您还记得三年前在台北县英哥发生一起媳妇勒死婆婆的案件吗 当时死者的儿子还帮忙弃尸被法官判了15年的有期徒刑 没有想到现在这个不孝子对法官说他想要分家产 甚至说他只是帮忙弃尸他母亲而已 有权利来分家产 不然晚上会睡不着 法官说他实在太过冷血 判他败诉 这起牛人喜爱是发生三年前家住台北县英哥的七巡老妇戴月娥 惨遭媳妇李玉英杀害 死者最疼爱的妖子戴国强 也就是李玉英的丈夫 还帮忙捡电线以及协助弃尸 当时两人骑了机车准备弃尸画面 监视录影器拍的是一清二楚 所有老妇人像是垃圾一样被抛入虎头山 偏偏产产业道路山谷 任凭风吹雨淋七天才被发现 最后李玉英被判无期徒刑 戴国强上诉后 法官改议帮助杀案罪 判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目前正在台东太原监狱服刑 还没有出狱 他就寄予母亲的财产 要求分房产 四名兄姐告上法院 要求确认继承权不存在 没有想到他竟然跟法官说 他只是帮忙弃尸 有权继承妈妈的房产 晚上不会睡不着 也不会做噩梦 这样的说法令人折舌 也让兄姐难以接受 不过法官审理后还是认为 戴国强的确是杀母亲的帮助犯 因此判定他丧失继承权